今天要分享的就是鱼肉燒賣 我先講講材料 我有一個是開了冰之後 200克的巴沙魚柳 這個是急凍的 在香港周圍都應該有得買的 也叫做煉魚 煉魚柳也有人這樣叫 我會用的材料除了巴沙魚柳 還有3.5吋X3.5吋的雲吞皮 我這裡另外有一個粉 我會用60克的木薯粉 還有40克的泰白粉 材料就是這麼簡單 第一樣東西 魚柳開了冰之後 我會把它切小粒 開冰前的重量約220克 切了一粒放進攪拌機裡 會快很多 容易一點 然後就放進攪拌機裡 打磨它一會兒 它就會已經成了漿了 然後就要加調味了 我會加入4分1茶匙的鹽 半茶匙糖 8分1茶匙白胡椒粉 半茶匙的雜菜湯粉 1湯匙味淋 1湯匙味淋 2茶匙麻油 還有4湯匙清水 還有4湯匙清水 加完調味後 攪拌均勻 盡量用刮刀壓一下魚肉 還有一樣東西要加的 就是蛋清 即是蛋白 我們只用雞蛋的蛋白 攪拌一下 然後就加1湯匙的蛋清 然後再攪拌均勻 加入蛋清之後 攪拌均勻之後 我們就加麵粉 首先加的粉 我剛才說了 我用60克的木薯粉 在這個碗裡 然後再加入40克的泰白粉 攪拌均勻 將兩種粉攪拌均勻 加入的時候 攪拌均勻之後 我們就分三次 加入我們做好的魚漿 然後最後 將這些粉都加進去 然後我就分享 我怎麼包這個燒賣 你看我已經包了七粒 就放在蒸籠裡 蒸籠預先放了蒸籠籽 然後這個筋是1.5湯匙 我就會放1.5湯匙的餡料 用筷子幫你撥在雲吞皮的中間 接著拿著雲吞皮的對角 一手握邊 然後摺一摺那個角 將燒賣 將燒賣 餡料餡 向中間推高 這一邊就是這樣摺 推高 然後將邊 就貼向雲吞皮 然後用刮刀 撥平 做出來是四四方方 大大粒粒的 可以放在蒸籠中 水滚了 烧米放上去 把火转小一点 转到中大火 然后蒸10分钟 烧米正在蒸的时候 我说一下酱汁 有些人点辣椒油 有些人小时候点甜的豉油 我做法是用1汤匙生抽 加入2汤匙清水 加入1茶匙老抽 加1茶匙老抽 加2茶匙白糖 搅拌均匀 这是我们的酱汁 很快10分钟了 我关火 我拿出来 最初蒸出来就会很大粒 哇 不需要理会 有它放冷一会儿 它放到一会儿就会缩小 四四方方 大大鱼肉 一个美好的童年回忆 又不是这么难做 大家不妨试一下 大家不妨试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把蚊子放在一起 把蚊子放在一起 珍貝